这个周末将迎来开摘节长周末廉价 移民与关卡局预计本地两个陆路关卡 在长周末前后的交通将会非常繁忙 移民与关卡局今早发表文告表示 雾兰关卡和大事关卡的 从这个星期四到下个星期一的通关时间 可能会将延长 目前两个陆路关卡在繁忙时段的交通流量 已经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文告说 在2018年的开摘节长周末 超过150万人已陆路关卡进出 每天平均有38万人次通关 乘车通关的民众则是得耗上 三个小时的时间通关 当局预计来临的周末将出现类似的情况 同时劝请民众在出发前 上网查看关卡的交通情况 并且预留更多的时间通关